明岸马鞍山中学一位学生被控管有爆炸品罪提堂 裁判官不批出保释令 案件后至明年一月再讯 郑海敏报道 明岸马鞍山中学日前报案 说校内怀疑有爆炸品 警方到场搜证之后拘捕两名学生 其中胜利的18岁应届文彭市考生 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他涉嫌攀带0.5克的爆炸品TATP回校 被控明知而管有保管或控制爆炸品 控方说TATP熟烈性炸药 少加磨擦可以炸断手脚 辩方就说控方的言论有误度 反驳被告身上检卧的0.5克TATP 只能做到炮掌拍一声的效果 又呈上被告的校长和社工的信件 形容被告热爱翻学循规道具 虽然成绩未如理想 但承诺会督促他 裁判官不批出保释令 案件押后到明年的1月24号 等警方作进一步调查 有线电视记者郑海文报道 一首掌握是游戏新闻